本次展览将聚焦火腔传入日本到所国体制完成为止的近百年的历史时期 这个时代,日本国内处于枝田信长、风尘秀吉以及德川家康活跃的时代 而放言世界正值大航海时代的全盛时期 本次展览将以这三位掌权者为主线 讲述日本与国外的交流,以及从而产生的美术作品 这次的看点是最早来东方将天主教传播到日本的沙乌略的画像 以及在日本最具人气的国宝之一松林图屏风等文物 另外,在展期中可看到松林图屏风的复制品 还有风尘秀吉的黄金茶室,并可以与其拍照留念 我们欢迎您来体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